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6月3号 星期三 川普就本次暴动和暴乱 对全美国发表了一个全国讲话 我把他的全文给大家说一下 好吧 他说非常感谢我的美国同胞们 作为总统 我的首要和最重要的职责 就是保卫我们伟大的国家和美国人民 我曾宣誓要捍卫我们国家的法律 这正是我要做的 乔治·弗洛伊德的惨死 理所当然的 使所有美国人感到悲哀和难过 我的政府将致力于为乔治和他的家人 声张正义 他不会白白牺牲 但我们不能让正义的呼声和和平的抗议者 被愤怒的暴徒淹没 暴乱的最大受害者 是我们最贫穷社区 及热爱和平的人民 作为他们的总统 我将为他们的安全而战斗 这是事实 他说这是事实 我所处的社区 没有任何的暴乱 没有任何的不安全 我们住的就是富人区 就是这样 没有办法 这是事实 所以我在美经常有人问我说 现在美国反华什么的 你担心不担心 我说我不担心 我之前就说过 你住在穷区 你才会担心 你住在中国人居居 你才会担心 你住在富人区 你反而不用担心 这就是美国没有办法 所以发生了暴乱和骚乱之后 往往都是那些最贫穷的社区 受到的伤害 反而是最大的 好 他说我将为你们的安全而战斗 作为你们的总统 我将为你们的安全而战斗 我为保卫你们而战 我是你们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总统 也是所有和平抗议者的盟友 但最近几天 我们的国家被专业的无政府主义者 暴力黑帮 送火犯 抢劫犯暴徒安提法和其他一些人的 控制这是事实 我们都支持 从主要是弗洛伊德这个事儿 出来之后 我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 示威游行 但是打砸抢烧 我们不可能去支持打砸抢烧 我们肯定要跟打砸抢烧 划清界限 绝对是不光是不支持 我们是反对 我们是绝对强力谴责的 每个人都应该如此 都必须如此 在香港事件时也是这样 我们只支持和平 理性非暴力的 示威游行 不过我们得承认 在香港的时候 准确的说 应该叫打砸烧 并没有抢 香港没有去把人家苹果店抢了 把LV店抢了 把枯极店抢了 去抢银行 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一些州和地方政府 没有采取必要的行动 来保护他们的居民 这是事实 纽约做的非常的糟糕 尤其是在几个中国人 寄居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我昨天看到了很多法拉盛 那边的视频 纽约唐人街的视频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华人寄居区 无辜的被野蛮人的 无辜人 无辜的人被野蛮的殴打 他说 例如德克萨斯 达拉斯的一位年轻人 在街上惨遭了杀害 一位女士在纽约州北部 被危险的暴徒恶意攻击 小业主们看到产业被彻底摧毁 我今天看到有视频 纽约唐人街 华人餐馆被人给打砸了 那么纽约的精英们被砖头砸中了脸 曾与病毒战斗的荣感的护士们 不敢离开他们的家 在我们国家的首都 国会大厦 林肯纪念堂和二战纪念堂被破坏 我们最古老的教堂之一被纵火焚烧 一位加州的联邦官员 一位非洲裔的美国执法英雄被枪杀 他说 这些不属于和平抗议的行为 这些是恐怖行为 毁灭无辜的生命 和使无辜的人们的流血 是对人类的冒犯 也是对上帝的犯罪 美国需要创造而非毁灭 需要合作而非蔑视 需要安全而非无政府的状态 需要疗愈而非仇恨 需要正义而非混乱 这是我们的目标 我们将成功 我们的国家永远会赢 这就是为何我会立即采取行动 制止暴力 恢复美国的安全与保障 我正在动员一切可用的联邦资源 包括民用和军事资源 以制止暴乱和抢劫 结束破坏和纵火 并保护守法的美国人的权利 包括宪法第二修正案的权利 因此以下措施将立即生效 首先 我们正在结束蔓延全国的暴乱 和无法无天的现象 我们现在就结束它 今天我强烈建议每一位州长 部署足够数量的国民警卫队 使我们能够控制街道 市长和州长必须在暴力被平息之前 建立强大的执法力量 如果一个城市或者州 拒绝采取必要的行动 来保护其居民的生命和财产 那么我将部署美国军队 并为他们迅速解决问题 我也会迅速采取果弹行动 保护我们伟大的首都华盛顿特区 昨晚在这个城市发生的事情 就是耻辱 就在我发言的时候 我正派遣成千上万全副武装的士兵 军事人员和执法官员 制止暴乱 抢劫 破坏和肆意混坏财产的行为 我们要提醒大家 七点钟的宵禁将严格执行 那些威胁到无辜生命和财产的人 将被逮捕拘留和起诉 我希望这次恐怖袭袭的组织者注意到 你们将面临严厉的刑事处罚和长期监禁 这包括安提法和其他煽动这种暴力的人 法律和秩序就是法律和秩序 我们将帮助你们 我们将帮助你的生意 将帮助你的家庭 美国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时上的 这是我们的繁荣自由和生活的方式 没有法律就没有正义 没有安全的地方就没有自由 没有未来 我们绝不能向愤怒或仇恨屈服 如果恶意或暴力如旁泼大雨 那么我们就将失去自由 我今天以坚定的决心 带着对我们国家的真诚和热爱 采取这些行动 非常感谢 现在我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致敬 说完之后 川普离开了白宫 经过拉斐特公园 走了几分钟的时间 美国当时记者们都疯了 不知道总统要去哪 一堆人追着记者 追着总统 总统从白宫走出来 经过拉斐特公园 一直走到由总统教堂 职称的圣约翰工会教堂 这座教堂 这周在暴力示威过程当中 遭到了纵火破坏 总统的领头走到了教堂跟前 向教堂的致敬 后面跟着国防部部长 埃斯帕 司法部部长 巴尔 新闻秘书 麦肯纳尼 白宫幕僚长 马克 梅多斯 川普的女儿和女婿等人 大家一起干涉川普走过来 到达教堂之后 川普双手持圣经 之后用右手举起圣经 站在教堂外照相 然后致敬 然后他在教堂外面 他说我们是全世界最棒的国家 我们将会保障美国的安全 不论多久 我们的国家就会恢复 并会比以前更加伟大 然后跟国防部长 还有司法部部长 还有白宫幕僚长 还有他的女儿女婿等人 一起合影 我一会儿我会把 就是说他后来从白宫往这边走 记者们非常慌乱的 跟着他记者们之前没有嗓到 在跟着他整个过程 以至于他走到了 圣约焕公会教堂的过程 的视频 把那链接搁在我这视频下方 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跟你们说 你们不明白 这里是美国 基督徒还是超过了半数 川普的这种行为 对于非基督徒来讲 他是不能够理解的 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讲 这是一种非常强而有力的行为 基本上美国总统一旦开始了祷告 开始了这种的时候 你知道吗 那么后面他所做的事情 就会非常的坚决 就是说向你再传递一个信息 这个东西其实很难给你讲明白 这是一种宗教的一种 一种宗教的一种力量 所以我觉得反正你看一下 你能理解就理解 理解不了 这个东西也很难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比较悬 但是这里毕竟是美国 One Nation Under God 好吧 这期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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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